Hello 欢迎来到PI小课堂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德罗斯特效应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德罗斯特效应简单来说 就是一张图片中出现另一张图片的一部分 然后这样子重复叠加的一种地规形式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 首先我们先把原始图片拖进来 然后我们删割一下图层 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抠图了 我们要做的是把 就是等一下你希望能发生德罗斯特效应的地方 给抠出来 这样你就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操作 到图片都会出现在这个里面 至于抠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用球球这种工具一顶点删 你也可以创造一个简线模板 然后复制一下原始图层 然后用画笔调成黑色 因为黑色是隐藏 然后在图层模板里面 涂一个区域出来 接着按住comment 它将会选择所有的白色区域 然后按住chiffcommenti进行返选 然后打开下张图片 在原始图片上进行删除 你想选的区域照样也可以出来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先用这张已经扣好的图片 接着我们commentj进行复制 然后将下方的图层commenti进行调整 我们只要把它缩小就可以了 点击enter出来了 接着我们按住shiftaltercomment 三个热键加t进行反复复制 差不多复制到九个的时候 你就已经完成了 接着呢我们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也就是把最下面的图层慢慢往上移 因为在上面图层会覆盖在下面的图层 其实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一次性颠倒做的图层顺序 但很可惜我没有找到 如果有朋友找到了 记得跟我说一声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有效率 三四五六七八 OK我们可爱的 德罗斯特效应就做完了 各位感觉怎么样了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今天的费爱小课堂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住关注点赞支持啊